經濟交通報道安會的統計 去年一月份至十一月份 大車車跟大車車相關的車 有八千多點 而且也做生家萬人 希望也是得上 十分就有立委員會說聽話 在討論大車車的檔案跟安全問題 有朋友團體跟學者是說 坐坐現在塞在路上的大車車 因素用的檔案跟設備 跟提供給中央去檢測的 其實是不一樣的 是這支政府對大車車的 管理領域有問題 臺灣大車車會遵固很多 經濟交通報道安會的統計 去年加月到十一月 跟大型車有關係的車合 究竟有八千多點 造成這萬人傷亡 民間團體基礎 政府大型車的管理有問題 清除部分塞在大樓上的大車 他們是最上利用的檔案 跟他們提供給政府的報告不一樣 那我們如果光看書面的資料 可能大概沒有辦法去看到問題 書面審查的相關資料 看怎麼樣跟實際的車輛的狀態 能夠去做一些比較更實際的一些相關的審驗 檢測審驗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他實測就應該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們會請車輛中心 到底是一個個案性的形形 民間團體也基礎 添堆法規 雖然請求車輛安全 檢測基準第四十二項 有添堆統治規定 而且這條法規 目前已經改良到第四項的版本 但是最新的版本一直沒有實質時形 目前要過在怕較久的版本 出廠銷售錢必須要符合交通部所定的一些法規 我們有些法規已經修訂了 但是實施的騎乘又一直往後延 它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也必須要去做一些探討 可能當然可能會有一些實質上的困難 那這些困難是不是可以競速能夠排除 大車車因為卡丼 塞時加上速度 射到問題的檔案是很重要 立委要求要落實檔案的心者 學者也只出射到檔案 加速塞車的實施也是重點 請求無保持安全鼓勵 超速定點也要減逃 記者 國文電話水 台北報導